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兰剧被大大的缩短 许多镜头都可以通过镜头转接环 转接到无反相机上 我也是一个转接玩家 转接可以让我手里的老镜头焕发新生 但在商业摄影中 转接拍摄的效率会不会下降 画质会不会有损失 这次我们选择其他品牌的旗舰镜头 和索尼原厂的技大师镜头 做个对比 一起来看看转接与原厂 都有哪些差别 转接后的对焦 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使用了市面上最新版本的转接环 但是经过拍摄测试 对焦速度和原厂的区别很大 开启人脸检测时 转接后很明显的感受到 拉风箱的情况 有时候甚至需要等待很久 才能合焦 在索尼引以为傲的眼部对焦拍摄时 转接镜头的下降就更明显了 多次扮演快门也很难唤醒眼部对焦框 而原厂技大师镜头全程都可以轻松启用 很明显使用转接镜头是很难应对对速度和准确度有高要求的人像摄影的 整个对焦范围和对焦准确度都有很明显的下降 转接用户就很难体验到索尼微单的高效率对焦了 商业摄影中 模特的表情和姿势变化很快 为了能捕捉到模特自然真实的瞬间 我都会搭配高空率闪光灯 配合高速连拍 这次在转接后发现了很多问题 有的镜头只能在LOW模式连拍的时候才能自动对焦 开加模式下连拍是不能自动对焦的 技大师镜头可以完美搭配高速闪光灯进行连拍 连拍过程中也会出现拉风箱的现象 转接后的画质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各家的旗舰镜头都有不错的画质表现 但由于转接环的适配性和内置的镜头补偿无法使用 所以机变色散这些都无法得到修正 在样片中能明显看到转接镜头样片边缘的暗角较大 口径时严重 光斑不够圆润等情况 技大师镜头的细节表现更加丰富 光斑圆润过度自然 尤其是广角段拍摄的画面 技大师镜头的综合表现远远高于转接镜头 五轴防抖是在暗光环境下手持拍摄的必需功能 尤其是使用长焦镜头的情况下 α7R3的防抖是可以适配第三方镜头 但是在使用转接镜头实拍的时候 防抖效果会下降很多 尤其是在暗光环境下使用70-200镜头时最为明显 所以技大师镜头会比转接获得更稳定的防抖效果 经过这次拍摄 最大的感觉是转接第三方镜头 或许可以应对简单的拍摄 但是由于第三方转接环的数据传输和兼容性不稳定 会很大程度的降低对焦效率 损失防抖效果 甚至影响画质 使得拍摄的成功率效率降低 还会出现开机后无法对焦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想体验索尼微单的优秀画质 精准对焦 或者是高速连拍 原厂镜头绝对是最佳选择 随着索尼镜头群不断完善 高素质的技大师镜头也越来越多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让你选择的索尼镜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